花莲市有名工人日前在进行装潢工程时 因为操作不慎被沙伦机碾到手 瞬间大量出血 而隔壁刚好是派出所 他情急之下赶快冲进去求救 远景看到了也吓一跳赶快开警车 闪灯鸣笛 火树送他前往医院救治 画面上看到男子扶着手冲进警局 请求远景协助 因为稍早他的右手肘被机器割上 鲜血不断从毛巾流出 场面十分危急 惊悚事故就发生在花莲市府前路上的民宅 当天晚上七点多 一名四十三岁的红姓男子 正在操作装潢作业 使用沙伦机切割木质地板时 沙伦机松脱弹起 导致右手肘上方遭巨片切割伤 查点断置 现场大量失血 隔壁正好就是派出所 赶紧跑去寻求救援 警方立即驾驶巡逻车 开启警示登机鸣笛 在安全状况下 火树在三分钟内 将男子送往医院急救 所信经过医事诊断后 只需要进行手术 缝合伤口 没有生命危险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转发电话 把它试图 明天